Hello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ATOS 这个市场紫通车的webinar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个晚上 想想开始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主要的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也就是美股指数 是不是即将迎来回调阶段 今天会是我们的主要一个标题 我是Sean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我需要提醒一下各位 就是关于风险提示 我们ATOS Capital Group ATOS是受到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AC的监管 并持有澳大利亚的金融服务牌照 我们是有AFSL的正规企业 ATOS所提供的保证金交易 以及差价合约 它未必适合所有的投资者 所以各位在决定选择 ATOS所提供的金融产品之前 需要去阅读 阅读一下ATOS 提供的金融服务指南 然后产品P6以及使用条款 我们建议您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 可以去争取一下独立财务意见 我们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分析 都是属于一般性的 并不是认为的投资理财 OK 好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英文版本 那在我们今天没有开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Sean 那如果大家之前是没有上过 我的webinar的话呢 那其实我本身是 在这个私人机构里面 有担任过教育员 那是具有超过9年的经验 这个金融分析师和教育员 那我本身是比较专于股指啊 然后这个货币对和大众商品方面的 这个市场分析和技术分析的 那之前呢 我本身也是有在这个 教育领域里面 担任过这个技术分析师的 一个指导师的一个职位 OK 好 那这是我本身的一个简介 好 那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我们主要的这个课题呢 就是会覆盖这两个 OK 第一个就是这个 抱歉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美联储延缓降息 和这个地缘危机的这个问题 OK 这是会是我们 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OK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将探讨一下 美股指数呢 它是不是已经是进入 这个微调阶段 那今天呢 其实这两个课题呢 是有一定的一些相关性 OK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会在这个市场直通车里面 跟大家cover到这两个课题 让大家准备一下 接下来的市场要怎么去看 然后怎么去做交易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课题 就是关于这个美联储延缓降息 和这个地缘政治危机 那第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美联储延缓降息的这个课题 那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这个延缓降息的课题呢 好像又再一次说起了 对不对 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说 这个美联储不是说 将不会延缓降息 或者是怎样的吗 好 那其实这最重要呢 那就是因为上周的这个通胀数据 可以导致这个市场的整体看法 有一定的一个改变 OK 所以这是会我们 今天第一个课题会去讨论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地缘政治 那这一个星期呢 其实第二个主要的课题呢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以色列和这个伊兰冲突 那这个它到底会怎样去影响到这个市场 那我们又怎么去看呢 好 那我们先不去说这些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想要去探讨 就是这个美联储延缓降息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 那在说延缓降息之前呢 我们要先知道一下原因 那其实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的不断的强调 美联储在这段时间呢 他们最为关注的呢 就是这个经济跟这个通胀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进行这个货币政策的 调节上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去关注这个通胀 通胀和这个经济 那经济当然就是包括了这个就业的市场 那当然之前的时候 我们都提到就是这个美联储官员 这个鲍威尔 他就有提到说 这个就业市场的一个强劲呢 其实是不会影响他们延缓降息的 所以他们接下来也比较关注的 就是通胀 那通胀其实它就是现在可以说是影响 基本上可以说是影响美联储 整体货币政策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上周 上周这个美国通胀 在上周公布的时候 就爆出了一个居高普希亚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三月份的这个通胀 通胀数据也就是在四月份公布 也就是上一周 上一周公布的这个通胀数据 也就是三月份通胀数据 那它其实爆出3.5的一个增长 3.5的一个增长 那它相比于之前的3.2 是很明显的有出现一个反弹 对不对 出现一个反弹 就是从3.2上涨到3.5 那当然另外的就是 关于这个市场的预测 那市场的预测呢 其实是维持在3.4 那这个市场原本呢 它就已经预测说 我们在三月份很可能会看到 这通胀有一定的一个反弹 那相信会是落在3.4 那相比于3.2呢 其实是有明显的上涨 但结果那个数据公布出来的时候 OK 却是3.5% 3.5%的一个增长 那其实它是比这个市场的预期 跟前值是来得更高的 是来得更高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对比一下这个美国的通胀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我们不能发现 在这个2023年5月份的时候 可以5月份到5.6.7吧 对 对就是从5月份开始 那就是可能比较早期吧 就是可能在这个3月份 1月份 2月份等等的时候开始 这美国通胀就有明显的下降 然后来到6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通胀是低于这个3%的 低于3%的 然后之后 这个通胀数据呢 在这段时间 就7月份到9月份 10月份这段时间呢 又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当时候在最高的时候呢 是在是9月份的时候 8月份到9月份 这个通胀的数据是处在 所以把3.7% 3.7%的一个高点 然后之后呢 再出现一个回落 然后来到11月跟12月份的时候 又出现一小幅度的一个反弹 然后之后再下降 那这一次一次通胀 就近期呢 就是3月份 2月份跟1月份的时候 通胀再一次 有开始出现一个反弹 是上到 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 上到3.5% 3.5% 那我们对比一下 其实这个3.5%呢 是在2024年以来 最高的一次 最高的一次 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 就是之前 最高的时候 是处在这个9月份的3.7% 那所以在我们看来 就是过去接近 怎么说 应该是超过一个 7-8个月的时间吧 那超过半年时间里面 它可以说是在过去 整7-8个月的时间里面 最高的一次 最高的一次 所以这个3月份的通胀数据 很明显 就导致了 这个美联储呢 在这个语气上有所改变 就是有所明显的有所改变 那为什么会说 这个美联储在这个语气上 有所改变呢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 通胀 一直都是美联储关注的东西 所以之前他们一直的观点 就是认为说 通胀会逐步朝着他们的目标下降 那他们就有可能会 更早的去进行一个降息 就是至少在2024年的这段时间里面 会有三次的这个25个基点降息的 但是因为这个通胀 3.5%的一个上涨 就导致了市场觉得说 美联储它很可能会 对这个降息的这个课题上 有所准备 当然很明显的 那这个美联储呢 这个鲍威尔就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 可以周二的时候 在这个华盛顿的这样大经济论坛上 就有发布到 或者是说就有表达到 关于这个通胀 跟货币政策的一个看法 就是接下来货币政策的看法 那当然就是如市场所预期这样 这个美元这个鲍威尔呢 他就开始有所转变 会转向一个比较 怎么说可能鹰派吧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说鹰派 因为毕竟他们现在已经是不会去 升息的 那我只能说他可能是更倾向于 没那么隔派 或者是接近于鹰派的一个 一个立场 所以这是这个美联储鲍威尔 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 加拿大经济 经济论坛上 又发布到关于这个通胀 跟货币政策的看法 那鲍威尔在这个经济论坛上 提到了最重要的一个点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就是 持续通胀 可能会推迟美联储的降息 那可能是今年晚些时候 那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 目前这样的一个通胀的情况 就会使到美联储去 推迟他们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可能性 那甚至可能会推迟到 今年晚些时候 那怎么说今年晚些时候 那可能就是在六月份之后 也就是六月份之后 就是可能大概是在 这个可能七月份之后吧 可以这样说 八月份抱歉 是八月份之后 因为在六月份 这个五月份跟六月份 会有一次的利率距离 那市场上基本上 现在也是普遍认为说 在六月份 他已经是不可能去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去降息了 所以今年晚些时候的意思 很可能是会落在 这个八月份之后的这段时间 或甚至是更迟 也就是下半年的 一个后期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是鲍威尔 在这个经济论坛上 他整体 大方向的一个说法 也就是他们很可能会 推迟这个降息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除了这个点 他有所要的这些点 那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他有说到 显然 这个近期的这个通胀数据 是没有给予一个 更大的一个信心 就是说现在他们看到 通胀这样一个反弹来讲的话 那他们对于通胀的 就是压制这个通胀来讲的话 可能信心就稍微 有所的降低 那第二个是 美联储 他有提到说 美联储是 可以维持当前的这个利率水平 也直到需要维持 那这样的意思是说 就是美联储 他基本上是会 去维持这个5.5 这个5.25到5.5之间的一个 利率期间 直到他们认为 有必要降息为止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对于目前的这个 怎么说 高利率的环境来讲的话 他们还认为说 是OK的 这相比于其他的一些 央行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大央行 或者是这个 欧洲央行等等 他们的方向 可能会更倾向于想要去 尽快的降息 毕竟他们的通胀 也开始回落 然后经济也是有明显的 受到这个 抑制 所以 这个美联储在讲的话 他们则认为说 现在竟然通胀的数据 没有给我们更大的一个信心 那我们就可能会维持 当前的利率 直到他需要维持 那另外一个就是 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他有提到 他有提到 就是可能在这一次 是在2024年 所进行的降息次数 可能会少于 三次的25个基点 这个降息 那也就是说之前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 美联储的点阵图下 或者是市场的 整体的预期上 都认为说 美联储在 这个2024年的时候 会有三次的 25个基点降息 那这一次 包括了 就在这个 经济图团上 就有提到说 现在他们的方向 可能会有所改变 就是他们可能会 进行的 这个降息次数 是少于 三次的 25个基点 那也就是说 他们有可能会 考虑 一个 就是在2024年内 会降息一个 50个基点 或者是25个基点 有可能性 就是把三次 降到两次 或甚至是一次的 这个可能性 那对于这个 整体来说 对于鲍威尔来说 它其实可以说 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转变 那这相比于 他们在 这个鲍威尔在 三月份的时候 三月份 在这个 三月七日 七日的时候 他就告 就是在这个 美国的参议院 委员会上 就有去说到 就是他们对于 这个降息 通胀的这个信心 是蛮接近的 可是因为 现在通胀的 这样的一个反弹 就导致 它有出现了 一个明显的一个转变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这一个星期 为什么美元 会出现一个上涨 当然也是 在前一个 在上个星期 在这个CPI公布之后 美元已经是开始 出现一个 大涨的情况 那这一个星期 美元也是一样 延续着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美元 这一个分析 一个美元指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元 那其实之前 大家不懂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 市场直通车 这个webbing 就有提到 就是当这个 我们需要关注的 这个美元指数 支撑水平 当时候的这个支撑水平 就是落在 这个104的一个位置 就接近这个位置 当时候这个 就是在CPI公布之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104 104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有出现一个 蛮关键的支撑 那时候我们看法就是说 如果通胀 它是有出现一个回落的话 那美元指数 它是具有可能 就是跌破这个104的一个位置 反之如果通胀的数据 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的情况的话 这个104就会形成一个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点 所以这时候 在这个通胀的数据公布之后 我们看到很明显的 这个美元是直接出现一个大涨 就是在这个 这个4个小时的单K里面 给我们这样一个小时吧 就在过这个数据的公布之后 美元就直接走涨 直接走涨 那就在这个星期 美元的走势 基本上也是一样 可以出现一个延续上涨的情况 可是目前 这个美元指数 在这106.5的关键位里面 是有出现一定的一个阻力位 一个阻力 阻力的压力 那所以接下来 美元其实它 是否会继续上涨 那我的看法是 其实它有 它可以说是存有一定的一个难度 也毕竟它这段时候已经上涨 蛮大的一个幅度 那接下来美元是不是会上涨 那其实最重要 给我们要看的就是 市场接下来 对于这个降息的这个看法 是不是还存在 就是怎么说 可能它就会存在一个比较 倾向于降息 一个不降息的可能性 会比较高 或者是比较低的 那基本上先接下来 我们整体的讲的话 市场它认为说 美联储接下来 它不太可能会在6月份的去降息 所以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 就是在目前4月 接近4月底了 所以在5月份的时候 将会有这个 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节运 那如果在5月份的时候 可以到 市场很可能会更注重于 这个美联储在5月份的时候 它到底会给出怎样的一个 比较实际的表态 所以接下来我相信 这段时间 就是4月底到5月初的这个时间里面 那如果 我们不去说这个地理正常的问题 我们纯粹说 在这个利率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看法上 市场对利率的看法上 其实它要突破这个105.6的位置 其实是有稍微有一定的一个难度 OK 那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们不难看回 就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OK 就是那时候我们提到 对 在9月份 就是这个 这个9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刚才的数据 OK 就是这个9月份的时候 对 9月份的时候 那9月份的时候 这个因为通胀 当时候一个出现的反弹 对 那市场就 开始转向一个 当时候 当时候就是 他们商业认为说 美联储他们很可能 会再一次 升息的可能性 OK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美元 不断的走涨 OK 就创到了这个107的位置 这个高点 107的高点 所以接下来 OK 这个如果通胀 他在 在这个下一个月的通胀 数据公布之前 或者是这个 这个 美联储的利率解决之前 这个美元 他如果要 突破107的这个位置 OK 要突破107的这个位置 他是需要有更大的 这个市场催化 去推动 这个美元的走展 OK 所以以目前来讲 当然我们不排除 这个106.5的位置 是有突破的一个可能性 OK 但是如果美元要突破 这个107的话 那我相信稍微会有 一定的一个难度 OK 所以接下来如果 我们想要去做 交易这个美元 波并对的话 OK 那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目前美元在这一代 OK 是不是会有形成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阻力位 OK 比较大的阻力 那如果有的话 我相信美元在 这一段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会有一个 小幅度回调的可能性 OK 当然 以目前美元指数的 这个整体的趋势来看 OK 如果你说美元要 大幅度下跌的话 可能性也是一样 比较低 那所以 我相信 接下来可能 美元指数 可以说是更倾向于 一个 比较倾向于 对技术面上 更大的 会有着更大的 反应的可能性 OK 所以接下来美元的话 我相信大家可以 关注一下 如果你们是想要 做多美元的一个 机会的话 那大家可以 关注一下 美元指数 是不是会回调到 这个105.6 到105.45 的一个支撑点 OK 当然一个比较 关键的支撑 我是会更 注重在105.105的这个位置 OK 那这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支撑点 OK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会有形成一个蛮有效的支撑点 那当然在主力方面 106.5 还是一样 是我会去 关注一个做空机会 做空美元一个机会的一个地方 OK 当然我当然是会去 衡量一下 当时候 可以就是 如果美元指数在接近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要去观赏一下 当时候的这个市场 的这个价格行为 或者是市场的一个 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是如何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美元货币对吧 也就是 EURUSD 那EURUSD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当前当时我们在周一的时候 没记错 周一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每日分析里面 就有提到 OK 就是这个 这个1.062的位置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位 那为什么会说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看回一下 在这段时候就是 这个2023年11月份的时候 到这个 9月份 就是9月到 11月份的时候 这段时间 OK 那这个EURUSD呢 大部分的时间在这边有 就是在这边有很多的一个价格行为 在这边去运行的 OK 所以当时候 这个价格往上突破之后 它就形成了 在这边 有着非常多的一个多头力量 聚集在这边 OK 所以这就形成了 这个1.062的位置呢 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支撑位 OK 所以接下来 就是在进行我们看到 OK 就是 在周一的时候我们有说到 对 就是美元 这个EURUSD呢 就很有可能 会在这个星期 出现一个反弹的可能性 OK 那它是不是会 出现一个大涨 或者是大跌 大跌 我们先不好说 那刚才就是 我们像 我们说一下就是美元 这个美元指数 对 我们说到美元指数 如果它要 往上 突破这107的位置的话 会有一定的一个难度 OK 所以这就形成了 EURUSD 它如果要实际的 往下跌破 来到更低的一个位置 就是104 或者是 我们可以这样子标吧 也就是104的一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 105.2的一个位置的话 那它的可能性 会稍微比较低 OK 当然我不是说 它不会 就是跌破这个位置 但是问题是 它的可能性 就会稍微比较低 但是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这个1.062的位置 是不是能够锁得住 那整体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1.062的位置 如果是能够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支撑的话 那接下来我相信 这个EURUSD走涨的 就是短期走涨的机会 就稍微会比较高 OK 那我们稍微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1.066的位置 然后1.07 就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阻力位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1.0725 那基本上我可能会 更关注在一个区域 比如说 那通常我会把它标成一个 阻力区域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 这个 EURUSD 它是没有办法 突破这个位置的话 长期来讲 它可能还是会 比较倾向于做空一个机会 OK 当然你目前来讲的话 短线还是有一个 有可能 还是存有一个 做多一个机会的 有可能性存在 OK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 AUDUSD OK 那AUDUSD也是一样 OK 那它的这个主要支撑位 是落在这个 0.639的位置 或者0.640的一个位置 那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AUDUSD呢 是有跌破这个位置的一段时间 那其实这最主要就是因为 早上的时候 有出现这个低运政治的因素 可以说影响的 可以说这个 我们待会我们会说一下 关于这个低运政治的问题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从一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 如果美元 它在这个106.5的位置呢 有出现一定的一个阻力的话 那我相信 AUDUSD呢 在接下来 它有可能会在 0.639的位置 得到一定的一个支撑 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撑 那我们看一下过往的话 其实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呢 其实还是落在这个 0.6357的一个位置 不过目前来讲的话 我会先关注 在0.639的一个位置 这个支撑位 这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当然如果 这个市场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环境呢 还是倾向一个 比较 VNC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那我相信 AUDUSD呢 可能会在 0.645到 0.639之间 的位置去盘整的 那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美元货币对 这几个美元货币对 我会稍微关注一下的 给黄金来讲的话 待会我们再去Cover的 我们先去进入 这个DN正式的课题之后 我们再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黄金的一个走势 那USD JPY呢 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因为有关系到 这个DN正式 那目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AUDUSD 其实也是创下 这个接近什么 一个30年的新高吧 看一下 接近一个30年的新高 那当时候呢 在这个 USD JPY 在这个位置以上运行的时候呢 是在1990年之前的时候 那其实差不多接近了一个34年的时间了 那他已经创下34年的新高 那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真是要去把这个 USD JPY的关键位去标出来的话呢 那我可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这个155 15的一个整数位的一个位置 这个155的位置 那这其实你看到在这段时候呢 在1990年7月份的时候 那这边有一定的一个阻力 有一个小小的阻力 那可能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位置 所以接下来当然 我暂时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空这个USD JPY的 当然如果你想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货币队的话 那这个阻力位 我们可以先把它看在155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在这个155位置之前 如果他有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 阻势一个形态的话 或者是在市场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环境有出现一个改变的话 那他就有可能会有出现一个回调的可能性 那当然这也是包括 这个下一周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利率决议 或者是然后还有是市府 他们会有去干扰到 去干扰这个外汇市场的可能性 那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会去关注的这个问题 可以在这个USD JPY的货币队上 所以这整体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GPUSD 那GPUSD一样也是一样 我们的这个支撑位 我们的这个支撑位是看在1.241的一个位置 这是我们可以先关注的一个位置 那当然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GPUSD它其实 是有得到一定的一个支撑 但是它并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怎么说一个多头力量 那我相信接下来 这个GPUSD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在1.241到1.248的位置的一个盘整 一个区间的一个可能性 一个盘整的一个可能性 那当然我相信一样 如果美元它没有继续阻挡的可能性的话 那GPUSD就有可能会在这个1.241的位置 有一定的这个多头支撑 这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如果当然这个GPUSD跌破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相信接下来的位置 我们可以关注在1.232的一个位置 这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支撑位 所以这是今天的美元 这是货币队 好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们都可以发在这个留言区里面去提问 那比如说你们有什么货币队想要去讨论 或者是有什么相关的一个资产 想要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分析的 像我跟大家进行分析的 你们都可以发在留言区里面 OK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说的 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问题 对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我如果大家有去更进到今天的这个 这个新闻的话 我们都知道 今天就爆发了这个伊斯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 OK 那今天其实伊朗 这伊斯列呢就对这个伊朗发起了这个导弹袭击 那就击中了这个伊朗的一个 这个阿比斯巴这样子说 那到底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爆发呢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OK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 它最重要会发生的其中一个根源 其实就是基于这个伊朗的冲突 OK 那这个伊朗的战争呢就打字了 OK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伊朗呢 其实一直都是跟伊斯列是有堆子干的一个情况 OK 那他们呢就是会更倾向于去支持这个巴勒斯坦 OK 所以在这个伊朗冲突发生之后 这个伊朗就不断的去说 就是去怎么说去反对这个伊斯列 这样子的一个冲突的一个情况 OK 就不断的就是反对这个以色列 那就对这个伊斯列就表达多次的一个不满 OK 那在这段时候就伊斯列 这个伊朗就不断的去说到 OK 他们会去就有可能会去 我说去去支持这个巴勒斯坦 在这个冲突上会支持巴勒斯坦 OK 所以这个可以说整体上来讲的话 这个伊斯列跟这个伊朗呢 他们是有这个明显的一个对峙干的一个情况 OK 那其实在最根本就是这个远离之后呢 其实最主要会导致今天这个情况发生呢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伊朗在4月1号的时候 因为4月1号的时候呢 这个伊朗就是这个伊朗在这个西里亚的 这个首都的这个领事馆那边就遭受到一个袭击 OK 就导致了两名军官身亡了 OK 就身亡了 那这个呢就 这个伊朗呢就针对这个以色列说是 他们普遍就认为说是这个以色列的所为 OK 虽然这个以色列并没有公开的承认说是他们去进行这个袭击的 OK 但是伊朗就普遍认为说是你以色列挑起这件事了 OK 所以当时候呢以色列就承诺说他会去进行这个报复 OK 会进行报复了 那 在4月1号的时候 4月14号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周日的时候 OK 那伊朗就扒起了这个反击 OK 那当时候这个伊朗就发动了就发射了接近3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 然后巡航导弹 跟这个去去进行这个对对这个以色列去进行袭击的 OK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怎么说 以色列的这个反空系统 然后在这个美国的自身下 OK 他都是有这些非常好的一个反空系统 那基本上这些袭击对这个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伤害 OK 没有太大一个严重的损害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世界 全世界就开始认为说 以色列他很有可能会对这个袭击做出一个反 一个一个报复 就是你打我我打你 不断的去进行一个报复 那今天 在今天4月19号早上 那这个以色列就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反击 OK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事情 就对以色列进行了一个反击 那这种情况就导致了美元 这个黄金今天就早在早上突然出现一个暴涨 OK 然后原原价格出现一个暴涨 那这个全球股市都有出现一定的一个下跌 OK 出现一定的下跌 但是 接下来 这个市场这个事情是不是会继续的恶化下去 那现在我们还暂时不好说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个伊朗并没有对这一起事件 有做出任何一个表态 那我们也不好说 他是不是会进行再次进行反击 或者是寻求一个谈判的情况 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 还是对着整体市场有着一定的一个影响 OK 但是他是不是会真的是以继续的恶化下去呢 其实以目前来讲的话暂时是不好说 OK 那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冲突的一个发生 就导致了这个全球的这个避险资产 OK 避险资产 出现了一个 一个暴涨 OK 那全这个市场就进入了一个避险模式 那黄金走涨 OK 然后这个股市 左跌 然后还有是这个日盐 OK 就是日盐其实它在一定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避险货币 OK 那日盐在今天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日盐也一度的去走涨 OK 那我们都知道日盐过去的时候都是挺弱了吧 对不对 那就是在今天早上的这事情之后 我们就看到日盐就有出现一个短期的走涨 所以这个USDGPY的下跌就意味着这个日盐的一个走涨 OK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市场一度的进入了一个避险模式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数据师其实在过去的一两个星期里面 因为各种因素就包括了这个美国通胀的一个反弹 就导致了这个美联组去延缓降息 OK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爆发 就导致了市场 就是再一次进入到一个避险模式 但是接下来市场是不是会继续维持在避险模式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 其实有可能 可是问题是我们在技术面来看的话 那它到底会不会让黄金继续走涨 然后股市继续走跌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分析 OK 那其实我本身会去依据这个技术面分析来去看一个货币的走势 或者是一个资产的一个走势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基本面上都有在这一方面去支持 支持到我们这个观点 OK 因为毕竟市场它是由人去进行操作的 OK 就是说每一个市价格的一个波动 它都是源自于市场的一个供需情况 那我们可以通过 OK 通过这个技术面 尤其是这个图表形态 或者是整体的一个价格走势 来去判断这个市场 它到底是处在一个 这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OK 然后当然这个基本面的因素呢 就是会影响这个供需的因素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他们其实两个字是存在一定的一个相关性 OK 当然我本身来讲的话 我会先更注重于这个技术面的一个看法之后 我们再通过这个基本面去进行一个 怎么说一个 去了解这个观点 去支持这个技术面的观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黄金 我们先看一下黄金吧 相信大家对黄金比较有兴趣 对不对 那黄金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OK 就是它在前期的时候 OK 就是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 就创下的这个历史新高 就是2043年的一个位置 一个新高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回落 OK 不过在这段时间我们不能发现到黄金 其实它基本上还是有维持着一定的多头力量 OK 就是偏向于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 OK 然后今天在这个 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情况发生之后 OK 我们就看到黄金出现一个暴涨 就是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就暴涨了接近一个 怎么多少呢 也别暴涨了一个 接近一个30多美元的一个情况 可以去300多 300多点 也就是上升300多pips 我们说OK 上30多多美元的情况 OK 但是因为我们一般上都会不难发现 当市场因为某些突发因素 而造成的价格暴涨或者是暴跌呢 它通常是不会维持太久 OK 所以我们看到黄金在出现一个暴涨之后 就出现了迅速的回落 OK 那这表明了说表明什么呢 就是市场当时候是有一点过度紧张 OK 就是所谓的overreact 市场对于这整个新情况 具有一个过度反应的情况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黄金先涨 然后出现一个回跌 OK 那这个情况就到场了 我们看到 这个黄金在两次突破 202400的位置 是2400的位置 之后都出现一个回落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黄金开始有出现一个明显的空投力量呢 那坦白说以目前的这个价格走势来讲的话 我并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空投力量 OK 那只能说是空投有存在 OK 不过多投力量还是先更强于这个空投力量 OK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价格就在这段时候形成一个上升趋势 OK 这就意味着多投力量还是比较高于这个空投力量的 OK 那这就形成了 我们看到就有一个比较什么说 一个ascending triangle的一个 完整趋势的一个存在 OK 那当然 接下来的话那我相信我会更关注的是这个黄金在这个2365到2400之间的一个区间 OK 那我相信接下来黄金呢在这两个区间内会有一个比较关键性的一个决定 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一个所在 OK 那怎么说呢 是如果黄金它并没有明显的突破2400的位置的话 那上涨还是 就是这么说上涨的这个空间呢还是可能会 比较有一定的一个压力 OK 然后但是问题是它又因为刚才我说到嘛 多投力量还是有的 OK 所以如果黄金 能够在2365的位置得到一定的支撑的话 那这个黄金的走势可能会更倾向于看涨 OK 那是不是它会继续这段时间的一个大涨的话 那重点还是要落在2400 OK 2400还是一个关键 OK 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OK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aggressive的一个trader的话 那你可以关注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短线的这个做空机会 OK 当然我本身是不太建议黄金目前做空的一个可能性 OK 就说除非你是一个平向于短期的交易员 然后你有一定的这个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个分析的话 那当然你还是一样可以去做空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怎么说 一个可能倾向于一个swing trading的方式的话 那我先不建议你去去做空这个黄金 OK 当然如果我们要去关注做多黄金的机会的话 那我们还是关注一下 OK 就是接下来黄金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一定的一个多头力量 OK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2365的位置的一个做多机会 OK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aggressive的一个trader的话 你可以关注一下2400的做空机会 或者是突破2400之后的一个做多机会 OK 当然如果短期来讲的话 短期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肥黄金其实在这段时候 就有一定的一个支撑 那当然在日内来讲的话 可以我本身来讲的话 我会先关注一下 OK 这个2377的位置 OK 是不是会形成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支撑点 OK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代 OK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有这个支撑线 这个趋势线 抱歉 趋势线跟这个支撑位的一个支撑 OK 那这是黄金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做多机会的一个位置 OK 那这是我对黄金的整体的看法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讨的第二个课题 就是这个美股 OK 美股 那美股目前它是不是进入了这个回调阶段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看的第二个大纲 这个课题 OK 那我们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 然后这个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提到 OK 就关于这个美股是不是进入回调阶段 OK 那我们在上上期 前两期的这个webinar的时候 我们都有提到 美股它很有可能会进入一个回调阶段 OK 那当时候如果你们都有出席我们的这个webinar的话 我相信大家 我们可能不懂大家还记不记得 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当时候就有说到 OK 这个SPX的一些关键位 OK 就是这个区间 OK 那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每日分析里面 我们都有去分享到 这就是关于这个观点 OK 那当时候这个 SPX500呢 就是这个标普500呢 在这段时间 OK 就是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通道 OK 上涨区域通道 一个uptrend channel OK 那当时候这个 在月头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webinar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的是 这个上涨通道一个突破 可以跌破 上涨通道一个跌破 就形成 这个在技术面上 在技术层面上 这个标普500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回调的可能性 OK 然后在配合当时候 我们去判断出的这个 市场价格的这个 盘整的一个区间 OK 这个运行的区间 OK 到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 5185到5255之间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区间 OK 然后5100到5185也是另外一个区间 然后最近的这个区间是在5100到5042的 OK 那这个时候这个分析呢 我们有在这个周二的分析 这个每日分析里面都有发布到的 OK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我们不然发现 其实这个当时候 这个标普500呢 在跌破了这个5185的位置之后呢 它基本上就进入了这一个区间的一个 一个价格运行会比较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看到 一个更倾向于做空 这个标普500的机会会比较多 OK 那我们就看到这价格的一个回调 那目前来讲 基本上其实比较可惜的是 价格已经是在这段 这星期就已经是走 可以说是已经走掉了一大段吧 对 这个下行的空间基本上已经是 可以说是一个被完全的应用掉了 OK 所以如果你们是有跟到 我们在星期二发出来的这个 每日分析的话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去做到 这个做空的一个机会 OK 那我们为什么会说 这个格迫500的这个下行空间 暂时可以暂时 不是一定暂时是有 就是怎么说 就已经是可以说是已经是消耗掉了 这个空间基本上已经是 暂时是已经消耗掉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标普500在今天跌了之后 出现一个反弹 OK 那这个如果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当时候 OK 这个我们看到 在这段时候 这个标普500在这个位置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关键位 就落在这个493 4930吧 接近4930这个位置 OK 那这是当时候 当时候我们看到 在这段位置是有两次的一个支撑 然后这段位置是有一次的一个阻力 那这个阻力形成了一个支撑 所以就 然后之前 然后之后价格就不断的一个上涨 OK 所以这一代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 今天价格在这一个位置 有出现了一个反弹 OK 那接下来 这个标普500是不是会有一个 在进一步的回调可能性呢 那当然它还是有的 那重点是 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要关注一下 这个标普500是不是会继续受阻于5042的位置 OK 接近5042的位置 那如果它在这一代 继续有出现一定的空头力量 OK 再加上如果 接下来的地缘政治因素 跟这个美元储的这个 这个延迟降息的这个 基本面的一个市场环境 还是有存在的话 那我们看到 我们就有可能机会看到 这个5042 还会有可能形成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阻力位 OK 那去导致这个 标普500有可能向进一步下涨的可能性 OK 当然 我本身来讲的话 我会先更关注于 在这个5100的位置 OK 会比较 我会比较注重于这个位置的一个做空机位 那如果 OK 如果 这个标普500 它有可能进入一个 比较长一点的一个回调 周期的话 那我们就有可能看到 这个标普500 接下来 有可能 OK 我是说有可能 记得 有可能会 再形成一个 短期一个下跌趋势 OK 短期一个下跌趋势 OK 当然 关键就是在于 这个 OK 关键就是在于 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 5100到5042之间 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阻力位 OK 第一个阻力 5042 第二个阻力是5100 当然 5042是有可能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支撑 保险 一个阻力 OK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 价格在这边有出现一定一个反弹 那我们排除 这个这里出现的多头力量 可能会把这个标普500 继续往上推 到5100的可能性 OK 那当然如果他没办法 向5100突破的话 那高普500具有可能 有进一步的回调 或者是在5100以下 盘整运行的机会会比较高 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5040 就是5042吧 跟5100的这个 区间的一个阻力 OK 这是大家有关注的 那如果今天 OK 我们说如果今天 这个 这个标普500 它是进入了一个比较 怎么说一个比较 长期一点的这个 回调阶段的话 那我们就行 它就有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 下跌趋势嘛 对不对 就是它进入一个比较长久一点 不应该说长期吧 就是如果它有进入一个比较 长时间的一个回调阶段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看到 这个标普500在 近期内会有形成一个 下跌趋势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我们转到四个小时图来看的话 它就会有形成一个下跌趋势的可能性 OK 那这就意味着说 标普500会有更 进一步的一个回调 OK 那我们通过 菲波纳奇回调线来看 OK 我们从这个低点 标到这个高点的话 那我们不少发现到 OK 60.8的位置在这里 这是50%的位置 这是8.2 这是3.6的位置 OK 那当然 这个 标普500的这个上涨趋势 OK 上涨的在这段时间 其实蛮强势的 OK 那如果你要它回调到 60.8的话 OK 我们所需要的市场 基本面的这个催化剂 是非常大的 OK 是非常大的 OK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标普500 回调到 这一个位置的话 它可能会有稍微比较难一些 OK 所以目前 OK 比较 我们可以值得去关注的 这个 菲波纳奇回调 支撑的话 我们可以看在 这个23.6 跟38.2 OK 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况 OK 就是因为地缘这是导致的因素 导致这个价格 它是突破了这个位置 OK 就是23.6的一个位置 可是我们不然发现到 价格现在目前 它其实是由往着 23.6的这个位置 去 怎么说 去 就是被这个23.6的 这个 支撑位 这个关键位 去引回去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价格 现在再次回到 23.6的这个位置 OK 那如果接下来 这个标普500 它出现了一个反弹之后 还是要更倾向于下跌 或者是进入更长的一个回调期的话 那我们不能排除 标普500 它有可能会回调的位置是落在 38.2 也就是接近于48.17的位置 或者是48.18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 在2022年 当时候创下的一个新高 OK 所以这就形成了 OK 配合38.2 在配合上这个位置 这就形成了 这是标普500 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 OK 如果这个标普500 出现一个回 一个大 一个怎么说 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回调 然后来到4817的位置 或者4820 我们去说4820吧 这个位置的话 那这就可能是 一个长线交易者 做多一个机会 OK 那我们当然这边 如果你是一个短期交易者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去考虑一下 通过 短期 短线的一个图表关系 去找出一个做多机会的 OK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标普500我们可以关注 50425100 OK 然后支撑位还是一样在这边 然后一个关键的支撑 就是在 这个4820的位置 OK 就是标普500的一个技术分析 然后接下来就是NASDAQ OK NASDAQ 我们先把这标的 OK 那同样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在这这个位置 就是之前我没有提到 对纳斯达克我们要关注的位置 就落在这个区间 OK 当时候这纳斯达克 由上涨趋势 OK 这个大势 可以进入到 一个盘整 OK 那一般上一个大势 结束之后 它就会进入一个盘整 OK 盘整了之后 如果一个大势要继续延续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突破 继续往下 OK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反转 OK 所以我们不能发现到 如果我们通过 这个图表形态来去分析的话 我们会发现到 NASDAQ 是不断的上涨 OK 然后来到这边 就形成了一个盘整 所以这一个位置 就形成了一个盘整区间的关键 OK 所以当时候价格 跌破了这个位置之后 其实我们在 这个周二的分析里面 我们都有提到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187 17843的位置的一个 一个做空机会 OK 当然 其实我也没有预测到 我也没有去想到 这个要普通 可以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webinar之前 就已经是形成了这个整体的 就是完成了整体的这一波走势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说是 可以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是 事后诸葛了吧 这样子说 已经是不好说了 不过 我们在周二的时候 我们都有提到 这是我们可以关注的这个位置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 NASDAQ指数呢 OK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那这一个 OK 这一个位置 是NASDAQ指数的主要支撑区域 OK 主要支撑区域 那么看到这边有一定的一个支撑 我们用一个小图表比较好 那么主要是一个小时的图表 那这里是一个支撑 有一个支撑点 对 这里看到一个价格行为 那另外一个就是落在这一个位置 OK 就是1749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呢 这两个的关键位形成呢 就形成了一个 结合这两个关键位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支撑区间 OK support zone 那接下来如果这NASDAQ指数呢 是得在17145的位置 OK 抱歉 看到我字眼太小 看我的乱 那17145的位置 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话 那我相信这里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 当然是 如果它要进一步的一个反弹的话 那前提是 价格需要往上突破 这个173195的位置 OK 所以接下来 我们可以看 关注一下 价格是不是会在 OK 会在这一个位置 反正的认识之后 往上突破 或者是往下突破 OK 那如果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支撑的话 当然 我相信 短期来讲的话 这个NASDAQ它有可能会 有往上反弹的一个可能性 OK 那如果它反弹的话 那接下来的 这个阻力位 我们可以看在17500 OK 一个蛮好的整数位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17675的一个位置 OK 那这是一个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阻力区间 OK 所以接下来看一下 关注一下 这个区间 然后就是这一个区间 然后跟这一个位置 OK 那当然 如果它往下跌破的话 OK 可以往下跌破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看到 这个 这个NASDAQ指数 就有可能 下行到 这个 19 16960的位置 OK 也就是 在 这个2023年 12月 可以就是 就是可以说是 基本上可以说是 在2024年的一个高点 OK 一个位置 就是说我们在 1月份的整个走势 OK 就是1月份到4月份 2024年的整个走势 一个低点 一个低点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 OK 所以如果接下来 NASDAQ它有继续往下跌的可能性的话 那我们不排除 NASDAQ会下跌到 这个 16960 或者是我们说一个整数位吧 就是1700的位置 OK 就是由这个 18000点 下跌到 17000点的可能性 OK 所以这是 美股 接下来的整体的走势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 差不多了 那不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想要提问的吗 OK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总结一下 OK 就是接下来 这个 这个市场 我们还是要一关注一下 可以就是 这个地缘政治的 这个 形势的一个变化 可以就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伊朗跟伊斯利的这个冲突 是不是会继续的恶化下去 那如果它还是一样会有 就不断出现一个恶化情况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看到 黄金继续走涨 OK 然后这个股市呢 有可能去走跌的可能性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这个美联储的一个 缘化加息 OK 但是因为目前这个CPI的数据 已经是公布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市场会 关注在 下来做这个PCE的 这个通胀数据 那是不是 这PCE呢 是不是会一样的指向 通胀 还是一样处在一个居高不下的情况 OK 那如果这个 这个通胀的 这个怎么说 通胀的这个情况 并没有得到一定的好准之下 然后市场很可能会更倾向于 这个美联储会有所延缓降息的可能性 OK 那这一种情况 OK 就可能会导致 OK 市场继续处在一种避险的情 避险模式一个情况 一个环境之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 这些美股呢 就可能会有继续受到 一定的一个压力 可以存在 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会去关注的 另外就是我们当然还是要说一句 标普500 这个纳斯达克指数 接下来是不是还会进入一下 这个回调阶段 那大家就要去继续关注一下 这个位置 可以去看我们提到这些位置 然后当然 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美瑞市场分析里面 我们都会尽量去跟大家 cover到这一些 市场的一个分析 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市场概念去进行这个交易 OK 好 那如果大家都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非常感谢大家 OK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下一期我们在下一个星期 我再和大家见面 OK 感谢大家的尽管的一个出席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五 拜拜 拜拜